港式卤水大墨鱼,实在令人着迷 今天教你超详细制作秘籍 最近正是大墨鱼的季节 看它兴奋的样子就很有感觉 打开背部,拔出一个大硬物 整个外皮全都剥掉 需要花点时间调教调教 再把内部零件通通拿掉 水开放姜片,墨鱼烫一遍 冰水浸泡,口感更Q弹有料 热锅少许油,放入切块的鸡油炼出油 捞出油渣,葱姜蒜往里滋啦滋啦 充分榨干,香味爆发 炸点排骨,味道更绝佳 炖锅里清水加一半 倒入炸好的葱姜蒜,排骨接着上 连同鸡油一起放 红曲米抹粉加水搅拌 让色泽更好看 再加一点冰糖来做饭 卤料先用热水泡泡更靠谱 能去除尘土,还能避免发苦 卤料哼巴郎放入锅里一起煮 煮至沸腾转小火 慢火炖出神奇的效果 加点白蓝地逐渐修成正果 捞出葱渣 微微调色调味加一加 这锅卤水亮到顶呱呱 把我们的主角放进去 来个全身SPA沐浴沐浴 泡两小时更有趣,防止复活加戏 完成这道红片大街小巷的港式卤水大墨鱼 切开的瞬间别太着急 感受这股奇妙的香气扑鼻 虽然口水已经等不及 淋上浓香小卤汁,用铅子擦来吃 鲜美弹牙加上勾魂料汁,让人瞬间迷失 好吃到眼角含泪打湿 十碗都不够我来吃 关注我在家吃遍全球